绝续零到目前为止已经三个月 那么实际这里以前几位角色攻略 制作时的拉表计算和直播实战体验为参考标准 沉淀三个月为大家带来大约卡武器 最值得兑换托步棒 以及金一至金五的提升幅度 那么第一名触电纯彩 通用度五颗星强度四星 作为异常武器提供了异常角色最需要的三个属性 副四条的异常精通被动攻击力属于局内独立城区 以及目前伯利四剑月城柳都比较缺乏的增伤区 目前几位异常角色的技能模组完美适合触电纯彩 使得它获得了远超其他四星武器的buff持续时间 可以说得上是永久持续的buff 所谓一物降一物抛开增益时间不谈 玩具店兑换的双升器星失衡结束有一段真空器 但输出上限更高 稳压一头触电纯彩 这就是大约卡武器的宿命 输出的上限换来了稳定的增益 最佳适用角色 剑伯利斯月城6 第二名加农专子 通用度5星强度4星 加农被白嫖4星武器星灰引擎压制 但是因为其稀有的暴击副次条 以及局内独立攻击力加成 每个强攻都能携带 相比星灰引擎刚需的快速支援或闪避反击才能获得的增益 加农的增益获取只能说毫无门槛探囊取物 缺点就是另一个造成伤害的被动只能称之为鸡肋 导致被动亏模 适用角色 鲨鱼 朱鸢 11号 第三名左轮转子 通用度3星半 失衡强度3星半 当前绝取0的环境以速切为主 几乎每个击破都能携带 使用左轮转子 特殊剂造成的升值极高 但是因为四星击破武器中有贵重骨盒 以及人为刀组两把平民击破神器的验剩 导致优先度不高 不过一个需要快速击杀boss 一个需要少放特殊剂 只是本身的增益太强盖过了缺点 当出现依赖特殊剂打失衡的击破位时 左轮将会再次伟大 适用角色 狼 克雷达 并列第三名 春日融融 通用度3星 功能性 4星 排在并列第三 并不代表不好用 相反 春日的能量回复极其好用 只是因为目前防护角色的稀缺 暂时很难起到作用 最适合在减队中的赛斯使用 以及某些情况的本使用 而凯撒队伍需要冲击力 给予护盾厚度以及击破能力 因此适用面太少 春日给予前台能量回复的能力 使得很难进入目前柏尼斯队伍 为柏尼斯回复能量 适用角色 赛斯 本 最后一名 逍遥有求 通用度2星 强度3星 逍遥地位尴尬 目前为止意义不大 台眼望去遍地都是神仙四星武器 打架 路西和苍角子转武 给予的局内攻击力加成 尼可的高额增伤 以及能量回复 完全没法比 包击率进不了 稳断队 给尼娜又加不了穿透 不如时光切片好用 适用角色 无 精炼提升幅度 无 这就是目前单约卡 精炼幅度 以及推荐兑换榜 我是十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